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 他说呢我们在做这个加速度运动实验时呢 装置的设计像下面这个样子 那如果呢不计绳子的重量以及各项阻力 包括摩擦力的话 那么桌上物体加速度大小分别是多少呢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想一件事情了 就是呢这个题目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装置一个是说这里装一个物体 然后被绳子拉着 然后呢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转轮 OK在这里 然后呢用一个5公斤重的力量往下拉 那要求这个东西的加速度大小 那另外一题呢 则是呢绳子的异端呢也是绑这个5公斤 质量5公斤的东西 那另外一端呢 不是用5公斤重的拉力 而是摆一个5公斤的东西在这里 OK然后呢要问我们呢 那在这个状态下的加速度是多少 那如果呢 你直觉上觉得这两个东西的加速度是一样大了的话呢 呃这是蛮有可能的 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这样想 他会觉得说 5公斤的东西在地球上正常的重力厂厂厂呢 他也是会产生5公斤重的这个力量嘛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两边都是5公斤重 那这样子他们的加速度当然就是一样啰 好不过呢 这一题呢他们的力量大小虽然是一样的 可是事实上呢 他们的质量是不同的 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状况一 那我们来看一下状况一的状况 状况一的状况呢 我们知道说对于这个物体来讲 这个5公斤重的拉力啊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轮子呢 这个转轮呢 它只会改变力的方向 不会改变力的大小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转轮的假设 OK我再说一次 它只会改变力的方向 不会改变力的大小 所以代表说这个绳子在这边的张力呢 也一样是呢 5公斤重 OK 所以这样子对于这个桌面上的物体来说 F等于MA嘛 F等于MA 那整个合力 因为这个桌面没有其他的阻力啊 没有摩擦力 所以呢 整个合力就是5公斤重 问题是5公斤重 我们都要把它换成SI质 所以呢 是几牛顿重呢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1公斤重 是等于9.8牛顿 所以呢 我们的F呢 是要用5去乘以9.8的 OK 好 那我们乘以了9.8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的质量就是5嘛 对不对 OK 这个东西的质量是5 那加速度是多少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乘以A 结果呢 我就发现这样算出来以后 A根本就是什么 A根本就是9.8 公尺每秒平方 OK 根本其实就是重力加速度 所以这题呢 其实不困难 如果呢 你用5公斤重的力量呢 去拉一个5公斤的东西的话呢 恭喜你他的加速度呢 刚刚好会等于重力加速度 那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状况2 状况2跟状况1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的F呢 还是等于MA 这个式子先写好 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这个M是合力对不对 可是你要小心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这个M呢 F是合力 但是这个M呢 其实也要是合质量 也就是说 你要看清楚 整个东西是什么 今天呢 这里摆了一个5公斤的东西 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整个物体呢 它受到一个重力向下 是5公斤重 或者是5 乘以9.8牛顿 因为MG嘛 M乘上G 可是你要仔细看清楚 它所拉的东西 这个重力所拉的东西 是这个5公斤 再加上这边的这个5公斤 OK 虽然呢 你感觉很奇怪 这个东西 这个质量在这 这个质量在这 这不是分开的吗 对 但是它被一条绳子牵引着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个人 你花力量在拉东西的话 其实你是同时 在拉这两个物体 所以这两个物体的质量 你都要考虑进去哦 你都要考虑进去 所以呢 这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虽然合力依然是5 乘以9.8 也就是这个MG OK 我们都要把它换成SI字 但是它的合值量 是多少呢 抱歉 是10公斤 再乘以加速度A 所以这个时候 你算出来的这一题 这是第二小题 你算出来的这一题的加速度A 就会变成是等于 4.9公尺 每秒平方 OK 这根呢 单纯呢 直接用一个5公斤重的力量 拉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挂一个5公斤的东西 在这里的时候呢 虽然总受力依然是5公斤重 但是呢 力量要被分配到这两个物体上 所以这个质量就跟原本的质量不同了 OK 所以这个题目呢 要特别小心 特别注意 如果是挂上一个东西的话 那么你就要把两个质量都加起来了 那如果只是单纯又一个力量去拉的话呢 那这个当然就很简单 F等于MA的势子一列 这个力量是F 然后M呢 就是上面的这个质量 A自然就算出来了 关于这一小题 你清楚了吗